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要講運球 是不是需要到球場 甚至有評論說給我聽 生氣的 小氣吧 如果我運球去到肩膀 是因為我沒有遇過一個出色的防守 去片 防守我那個叫Tracy McGrady 完 記住一件事 為什麼要去到肩膀呢 因為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去到肩膀 第一 就是射球 不是叫你站高 這樣拍 你可以坐低 當你的肩膀到肩膀的時候 馬上射到肩膀 第二 肩膀 肩膀 立刻交到肩膀 如果你拍球到肩膀 你就要這樣 小學生會這樣交 但我教的小學生不會這樣交 我教的小學生也是這樣交 我也希望你們交球不要再用雙手 試一下 單手交球 你拍球到肩膀 你把肩膀貼上來 對嗎 你的肩膀吸上來 到肩膀 就可以做了一個PASS 那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 好了 記住 不是說每一球都要到肩膀 有四球都要做的 你明白嗎 因為你不到頭 如果拍球 記住 棍球 有兩拍 下半拍 上半拍 OK 我用這條腰的分界 OK 你只保持在下半拍 第一 沒有力量 第二 走籃也走不到 第三 球你交 好 當你可以有上半拍 的時候 你會做到很多假動作 例如 One two step line OK 例如One two step 當你的球拍了上半拍之後 最重要的是 你會多了一個 保護的靈靈 又請到我 阿豪出來了 OK 好 看著 好了 你回來了 我現在保持在腰下 OK 有防守 一個 沒有趨勢 那麽高層次的防守 OK 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告他 怎麼告呢 在這個位置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拍到那麼低 你記住 我們打不投 你要過了個人上籃 好了 當我 我 強行衝下去 我上不到籃 都拍不上來 是吧 記住 我們要 第一件事 身體坐低 波叫到肩膀 就是這樣 我們才會有一個對抗能力 走蠟 看到嗎 好了 我問大家 大普人都是這樣 OK 你運球 防守在這邊 向我壓過來 用哪個力量 跟他對抗 是否左手 壓過來 但你不會看到NBA 是那麼快 是不是 不是用這隻手去的 記住 改變你的心 另一邊 你試試這隻手壓過來 我們是用這邊這隻手去的 為什麼你要到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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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 衝過來 不是這隻手推他 再來一個 黏住我的肩膀 黏住我的肩膀 對 是這隻手用力 為什麼 為什麼這隻手用力 反而可以對抗 看著 你這隻手用力 你用的 只是用肩膀 三頭用了 後角 拉開步 其實就是用這個肌肉 OK 你怎麼對抗他 但是 運球大力的話 你用的是 腳的力量 明白 我們是 用腳的力量 去對抗你的對手 你要保護那個球 記住 不是叫你一定要到肩膀 不可以不到肩膀 明白嗎 過來 我們保護那個球 不是靠低的 靠低有的 黑白年代 NBA那些人就是這樣 明白嗎 高一點點 保護 身體去保護 腳的力量 彈開你的對手 不是用這隻手 明白嗎 用這隻手 運球那方面的手 今天主要就是講這件事 究竟運球需要到肩膀呢 我的見解 一定要 但是不是那麼高 你坐下 OK 你覺得要不要 你決定 是啊 但如果你不到肩膀 還要中到這個動作 明白嗎 還要中到這個動作 還要中到這個動作 OK 那你自己決定了 OK 那我今天講完了 就是這麼多 好 今次 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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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